上个月,阿富汗临时政府迎来了执政的三周年 面对外国军队仓促撤离留下的烂摊子 阿富汗当局努力稳定安全局势 改善经济民生 加强区域和国际对话合作 这些良好势头来之不易 同时,阿富汗依然面临多重挑战 近期颁布的道德法引发国际关注 我们注意到联亚团正持续跟踪和研究其实际影响 我们呼吁阿富汗临时政府重视国际社会的合理关切 切实采取措施,保障妇女和女童的基本权利 同时也要看到,女性权益不可能在真空中实现 搞麦克风外交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我们希望国际社会全面客观地看待阿富汗局势 支持阿富汗和平重建和经济复苏 帮助阿富汗消除动荡不安和发展不足的根源 为保障包括女性在内的全体人民权益 创造有力的条件 要加大筑瓦疏困的行动力度 阿富汗有近2400万人需要人道援助 1240万人面临严重的粮食不安全 而人道资金的到位率尚不足三分之一 寒冬即将来临 阿富汗许多民众正面临严酷的生存考验 传统捐助方要切实加大救援投入 不要把人道救援作为政治施压的筹码 而海外资产是阿富汗人民的救命钱 美国应该无条件解冻 并向阿当局全额归还